現在這個壓力 大家一定都會有了 這一個 感情壓力 我的天啊 感情壓力 你們講得過大飛嗎 沒有 公式的大飛 講得過我嗎 對 我們差不多 我覺得感情壓力這一段 我們媽媽們都很有話說 一定有 對 就像我們小孩子 是兩邊家族 就是期盼好久的小嬰兒 然後就是每個人 一人一句的養育方法 就會讓我覺得壓力好大 對 對 那些都是讓我覺得 變成窒息的愛 可能無心的一句說 你餵母奶 奶夠不夠啊 我都會覺得天啊 這句話真的是禁忌 對 或是說奶量怎麼這麼少啊 奶量怎麼乾淨 我沒有吃什麼 跟大小女兒有關係 真的 為什麼 媽媽在餵奶的時候壓力有多大 你知道嗎 然後我可能喝個奶茶 長輩也會說 你喝奶茶 那小孩子 那要喝到奶茶怎麼辦 對 像我女性朋友 我跟她去吃飯 她說等一下不行 因為她說真的太脹了 我直接看她真的是噴射 噴射出來 她說她有時候真的 胃真的是已經太暴躁了 她直接噴射的時候 她說她額子會 然後有點嗆到 太多了 太多了 她多到哪裡做肥皂那種 那是奶量很多很好耶 可是重點是 她出去外面會很尷尬 因為如果易乳的話 就是他們可能在路邊 像美國可能比較就是開放一點 就是小孩在哭了 直接餵母乳 因為你找不到運是直接餵 又被踏罰 她說你這樣子 在公共場 這樣怎麼樣的 又要被踏罰 很有愛的一個畫面 她會說你這樣 可是很多人就會開始說 你這樣太色情了 就是很多未成年的孩子 還是有其他人的眼光 你這樣子 真的有 有人這樣被罵 你這樣看到媽媽這樣 你會帶有什麼 你這樣笑我就可以笑 沒有 我剛剛那個畫面 是比較想到那個 李妍莊講說噴射 然後被嗆到的樣子 你還停在那一趴 我還停在那一趴 我一直在想畫面 我想說是不是也這樣 有時候奶多到 真的會變拿鐵 我那陣子我老公都點黑 拿鐵 就是我奶多到 她就是直接擠在 哈孝遠的咖啡裡面 對 她就說 好 也會碰到了 應該很甜吧 我會覺得很好喝 怎麼樣 而且我跟你講 媽媽有時候脹奶脹到 嬰兒剛吃飽 就會叫老公來吸 真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及時 把它給 處理掉 會變石頭奶 對 而且他現在對懷孕 有一個很好的快想 你很難想像的 對小孩身穿有很好的 你很開心 可是我的畫面 可能跟大家想得不太一樣 我就不說了 我的畫是在懷孕 因為就是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 你需要被關注的 對 結果我前夫他又早出晚歸 早上五點多出門 凌晨三、四點才回家 等於我根本沒有見到他 我就一個人都待在家 就因為這樣子壓力累積 身材優變形 然後就覺得好走不出去 那一陣子就是一直揍自己的肚子 就想要讓這個小孩子 所以那時候是壓力 有一點產前憂鬱症 對 很難耶 可是是真的 我現在很好 我真的覺得離婚後是海闊天空 但懷孕真的是 妳是跟我們講嗎 沒有 我說我自己的故事 我那天看到人家講了一個 我覺得很有道理 他說人一定 女人一輩子一定要結一次婚 才能知道哪裡有 才會知道一個人有多心情 你這樣才知道一個人有多開心 有多開心 真的 不用當結婚就知道說 是不是 不是說才知道下一個要找誰 不是 才知道一個人有多開心 對 可以 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狀況呢 就是 大家剛才有的 產前 產後的憂鬱 準的 梁芬 我 因為我第一胎就生雙胞胎 所以那時候 出月子中心的時候就是還好 因為有護理師那些幫忙餵奶 但是出月子中心之後 就很恐怖 然後我經歷過一天 就是24小時都沒有睡 因為就是餵兩個嘛 好激烈喔 然後就是那時候他們也不太習慣 去喝母奶 就直接親胃 不行 所以要品胃 餵完兩個之後 但是我又脹奶 然後我又要擠奶 洗完奶然後去洗東西 差不多就可以休息一下了這樣 結果休息一個小時之後 又來了這樣 就是又再重複 因為他四個小時就要喝一次 對 還好他們兩個喝的時間是一樣的 就是 對 但是那時候他們沒有 完全的同步 就是有一個可以喝得很快 但一個就是慢慢來這樣 所以就根本就沒有辦法休息 那時候真的覺得還滿 心情很差 就是很想睡 然後又沒有辦法睡覺 我覺得雙胞胎是一件 很容易讓它爆炸的事 我有一個朋友他也是生雙胞胎 但他的兩個作息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他要處理完這一個之後 他等於沒辦法休息 我的天啊 其實有一部電影就是 就是講一個媽媽 然後 Sally啊 那個Sally在龍眼的 後來他就心神 就是分裂 分裂出另外一個人出來 他就後來變成 馬醫師的病患 你也請爸爸出貴 媽媽崩潰回到 你剛剛講的是說爸爸可以盡量的 就是按摩媽媽去 但因為 依靠男人這個事情 在我們身邊已經不太沉溺了 對啊 我媽媽在懷孕的時候還出軌 然後我媽媽租了房子 買家具什麼的 我還跟我媽嗆說 她要當大人 我媽菜刀拿了 就直接所有家具給劈毀 再讓我看到的話 我就看一次變一次 哇…